用科技教育带下一代认识AI智慧 培养做 用 想的能力 详仪基金会就捐赠55台科技自走车套件 给新竹县11所学校教学生来编写程式 学会透过电脑下指令解决问题 而今天在交往中心举行捐赠仪式 挥舞彩球 机器人大跳啦啦队迎冰舞 还有可爱机器舞师展现AI智慧 推展科技教育详仪基金会 捐赠科技自走车套件给新竹县中小学 对我们企业回馈的这一块企业责任 我想当然故乡很重要 尤其在我们新竹这里 因为客家的地方都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资源也比较溃滑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小孩子他学的这一套 技术之后 这个本事之后 他如果有更有兴趣的话 未来我们的AI智慧园区就要大展身手的地方 所以我们AI智慧园区在下个月 快的话这个年底就会来动工 提升下一代科技产业与发展竞争力 详宜基金会创办人蔡冯春 也是五龙国小杰出校友 继去年捐赠9所学校121套科技宝P5套件后 今年在加码捐出55台战神探险车套件给新竹县 包含桃山 大平石小 鲍山国中 湖口高中 共11所学校受惠 透过分组学习程式编写 针对套件学生下达像是左右转 发光 唱歌或闪避等指令启动探险车 两位学生今天也实际操作示范 自己编写的自走车 如何顺畅的行走平面轨道 在写这个程式的过程中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可以操控车子前进后退转弯 以前没有写过这个程式 所以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它就是比较我们没见过的名词 可以让他 就是他可以听我们的命运去做事 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县长杨文科颁发感谢状 感谢企业提供教材资源 培养孩子学习解决问题 以及做 用 想的能力 11月还要到桃园参加国际机器人大赛 持续让科技教育从小扎根 余养 张杨文aben 什么 衡判 磅